牙齿拔掉以后多久可以进行牙种植 这是很多拔牙患者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缺牙的时间 实际上呢 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 我们最快的这种治疗手段就是拔牙后即刻种植 这种呢 它对于我们口腔 尤其是手术部位周围的组织的要求的比较严格 要求不能够有急慢性的这种进展期的炎症 在常规情况下 我们在拔牙以后都要经历三到四个月不等的 有些甚至更长 有些甚至半年到一年 这种才会完全骨愈合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在拔牙以后一个月 也就是软组织愈合之后 就可以进行种植 而有些情况呢 我们需要等到骨组织愈合 也就是我们拔牙之后的那个拔牙坑 或者叫做拔牙窝 能够完全长平了 才种植 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的时间就更久了 所以说呢 拔牙以后进行种植的时机 是个性化的 是 感谢观看